近年,社會開始關注爸爸在家裡的角色 重視爸爸對小朋友成長的重要性 所以由今集開始 我們為大家送上父親節專題 透過不同父親的故事 讓大家更深感受 成為我們忽略的父愛 而今集分享的嘉賓 雖然他沒有親生子女 但他已經是差不多400個小朋友的爸爸 而這些小朋友還跟他不同國籍 不同膚色 王赫勤牧師,32歲被安納為牧師後 在教會做宣教工作 並且接觸到柬埔寨事工 1995年擔任香港宣道差會副總幹事期間 也再次去到柬埔寨宣教 還去到當地的孤兒院探訪 當地小朋友衣食不足的情況 深深觸動他 我發現這個孤兒院 有80多個小朋友 還有40多個工人 100多人開飯 當時沒有人支持 200美金給了他 我後來再給錢支持他 見到小朋友這麼有趣 我常常去探望他 我發現心裡有個感動 想支持他們 開始了工作 王赫勤牧師 在2003年創辦了 開心樹社會服務機構 主要幫助一群 在柬埔寨的孤兒快樂成長 可以接受教育 甚至活得有盼望 這十一年來 王牧師經常在香港 和柬埔寨兩邊走 已經將一群孤兒 當作自己的兒子女兒 孤兒很快過來 牠會牽著你的手 有時會爭著牽著你的手 一去到門口 你已經不是太行道了 有幾個牽著你 冤著 一起慢慢走進去 這些小朋友 這麼需要人牽著你的手 原來其實我想想去服侍他們 金錢是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而是要拿身體出來 讓牠捱一下 讓牠坐一下 讓牠拖一下 對牠的心靈也有幫助 今年一月和二月 固兒院兩道火燭 王牧師立刻飛到柬埔寨 教導小朋友危險的意識 還到處奔波 去找一個新的地方 安置這群子女 我和那些小朋友的感情和關係 是比較複雜的 複雜的地方 就是我歡喜他們 叫我做爸爸 因為覺得很甜 很舒服 很開心 但每次他叫我爸爸 走過來一抱抱著叫爸爸 我心裡有壓力 哇 爸爸 其實我給了他多少時間 這是一個很沉重的稱呼 我又怕我做不到 所以又有複雜性 是一個很沉重的 不過看著一群又一群子女慢慢長大 王牧師都很安慰 更加鼓勵他們繼續向理想發展 我們就用視像訪問了一位 受到生命樹社會服務機構資助的 第一代孤兒 帕拉 他之前是在柬埔寨的大學 主修英文系畢業 我經常接觸了教授 然後他經常問我 幫助教授 讓他跟其他孩子說話 所以我會有機會跟他聊天 除了關心帕拉的喜居飲食之外 王牧師也在他青少年時期 面對挫敗的時候 給了一些重要建議和提醒 我之前有一個女孩的關係 然後我們不可以一起合作 我幫助教授和教授 然後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提示 你知道拍拖有很多問題 其實由於他是孤兒 其實一個人 怎樣認識做一個男人 怎樣知道一個男人 其實在家裡是觀察他爸爸的 怎樣認識女性呢 認識女性呢 就是觀察他媽媽的 其實有時候 是不用說很多話的 拍拖肩膊 讓他知道 我支持你 在這裏 捱下去 讓他經過 放手 主要有新安排 其實是給他一個 心靈上 讓他知道有人跟他在一起 黃牧師 亦都是帕拉 和一班孤兒的牧者 經常用聖經的話語 鼓勵他們 學習在生活裡 倚靠上帝 我喜歡 28 因為 它是一個 的事 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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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 不會 為人 會 過 我也是个人的教师 他一直问我什么 他可以祝福我 所以我遇到问题 他也挑战我祝福 然后跟其他信仰们 我们可以祝福一起 黄牧师提议热心传福音 和友志开办教会的帕纳 在香港升读大学 所以帕纳在上一年开始 在中文大学修读神学 现在就在柬埔寨过暑假 我第一天在学校 在开展节目 第一次我感到很疲惫 但后来在节目 我认为他也认识 他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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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感到更多 他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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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circa三十几度 太阳光下四十几度 地下的人 全年还在这个温度 来到香港的冬天 压着于夏天细 不是真的实际做到很多东西 反而是这么大的儿子 是要感觉 给他的感觉 就是有人在回心 有半个爸爸在这里要的时候 是看到我的 这个感觉就很足够了 黄牧师确信 施比寿更为有福 他希望帕拉和其他小孩 将来可以学有所成 投身社会工作 突破夸代贫穷 临近父亲节 虽然帕拉身在柬埔寨 未能在香港陪黄牧师 但他也透过视像 向黄牧师表达心意 Jerry 我爱你 祝你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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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就会懂得尊敬地上的父亲 又会懂得自己如何做父亲 祝你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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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祝福